电影里的悲与欢,阿诚陪你,慢慢看 依子是一位颓丧至极的大林女青年 没有工作,没有对象,没有活力,没有方向 整天窝在房间和香烟游戏临时汽水为伴 她的形象不修蝙蝠,她的目光游离散满 32岁的她像一只寄生虫,完全靠母亲供吃供喝 母亲一把年纪辛苦经营料理店 依子从没想过要给老人帮帮忙 依子的妹妹离婚后也回了娘家 平日里在妈妈的料理店打打杂 她对姐姐烂泥一般的生活态度十分不满 依子并不怎么理会妹妹的抱怨或是念叨 日子对她来说就是百无聊赖的混吃等死 因为长时间宅在家里 她和社会几乎已经脱节 每天唯一的外出活动就是半夜去超市买零食 从超市回来的路上 依子总要在拳击馆驻足 寿远幼儿果然又在晖汗如雨的练习 依子喜欢幼儿,喜欢了不少年 可要是幼儿视线撇过来 依子准会立即落荒而逃 依子也认为自己是废人 陪丧之人从不缺乏自卑 又是了无声趣的一天 依子照例睡了半上午 母亲为她送来了早饭 叮嘱她今天要看牙医 依子打着哈欠说不去 妹妹忍不住呛她几声 姐妹俩你一句我一句 矛盾终于彻底爆发了 两姐妹狠狠打了一架 把家里闹得天翻地覆 母亲被他们气到犯病 蹲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依子蓬头垢面地冲了出去 她赌气时地说要养活自己 母亲觉得女儿出去也好 她把一打钱递给了依子 依子租了一间屋子 随后在窗台抽起烟 养活自己说起来简单 可她确实什么都不会 思来想去 她想到了经常光顾的那家超市 好像也只有超市里面的活 她勉强可以做 面试还算是顺利 依子当起了收银 不过超市里的同事们似乎都不太正常 店长得了忧郁症 常常一个人走神 依子上班没几天 她便突然离职了 新来的店长规矩大喜欢装腔做事 在她的眼里这也不行 那也不许做 前同事因为偷收银台的钱被开除 每晚会准时来拿即将过期的食物 另一个同事野间总是来骚扰依子 她是个十足的画牢 一天到晚都在锅造 工作虽然不怎么样 依子总算能养活自己 而且这份工作还有个意想不到的收获 原来寿野又二也常常会光临这家超市 他每次都只买香蕉 店员称呼他香蕉男 依子忽然见到男神激动得有些手足无措 找零的时候甚至把硬币不小心撒到地上 又二接过零钱转身便走了出去 依子这才发现他忘记带走香蕉 依子鼓起勇气把香蕉送给又二 没想到男神直接开口约他出去 幸福来得猝不及防 依子穿上了新内衣 从没有谈过恋爱的他似乎在期待什么 约会的过程并没有想象中那般美好 又二带着依子到动物园逛了一整天 两人几乎没什么交流 又二的脸色也不怎么好看 依子忍不住问为什么会选择我 又二相当直白的回答我觉得你不会拒绝 你怀疼了吗 你怀疼了吗 你怀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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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怀疼了 新的一天 野间又开始了新的纠缠 正说话时 又二丢过来一大堆香蕉 他刚要结账 发现斗里忘记贷现金 又二掏出两张票 算是抵香蕉的钱 原来那是又二参加拳击比赛的票 依子当然要去看 野间也跟着去了 台上又二打得很吃力 刚开始还能主动进攻 可没过多久便陷入了被动防守的局面 在对方潮水般的攻势下 又二阴身倒下 大概是因为那个人 依子看得很是投入 比赛结束后 又二和对手互相拍肩膀致意 这一幕引起了依子的注意 他的内心有了一丝异样 依子想要喊又二吃顿饭 野间自告奋勇说他请客 饭桌上野间锅造个不停 不着边际的吹着各种牛 又二自顾自的吃着饺子 依子的目光全在他身上 男人看起来心情不太好 依子小心问是不是还疼 又二回答他已经37岁 今天是他最后一场比赛 依子还想问又二点什么 可惜被回来的野间打断 趁着依子去方便的功夫 野间又开始胡乱瞎吹牛 他对又二说 依子喜欢他 死皮赖脸非要和他约会 等到依子再回到餐桌时 又二已经气呼呼的走了 和所有不入流的套路一样 野间想拉依子进宾馆休息 依子推推嗓嗓不愿意进去 男人忽然在他腹部砸了一圈 就这样 依子被拖进了酒店 迷糊之中他被男人强奸了 32岁的他还是第一次 除了痛他什么都感觉不到 结束之后 依子挣扎着起身 他平静地打了个电话报警 依子一边喊着好痛好痛 一边蹒跚着回到家中 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哭 或许他早已对生活麻木 可能是个野间的一拳刺激到 或者单纯地想去见见优二 依子来到他训练过的地方 男人退役后已经离开那里 依子想了想还是抱了拳击 似乎有什么东西吸引着他 报名时他问教练 我能参加比赛吗 教练给他浇了盆冷水 这行女的正好32退休 不管怎么说 依子的拳击生涯算是开始了 当然了 大家只把他当作是来减肥健身的 依子平时与人打交道 手脚都显得无处安放 想要学好拳击 对于他来说的确不太容易 光是教他怎样摆姿势 怎样出拳便花了许久 不过好在依子练习的还算勤快 一有空闲 便会对着空气挥几圈 某天依子发现 幼儿醉倒在路边淋雨 看来自从他退役后 日子过得很失忆 他把男人掺回家 给他准备感冒药 幼儿不悦地问 野间是不是他的男朋友 依子赶忙连连否认 什么关系都没有 在这个男人的面前 他总显得那么卑微 如果有空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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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以 帮他 依子下班后再回到家 他发现那个男人还在 可还没等他高兴几秒 女人便一头栽了下去 原来是幼儿把感冒传染给了他 依子醒来时 男人为他断来食物 那是一份怎么咬也咬不动的牛排 依子啃着拽着 不自觉地开始抽气 这个一直被别人 被自己认为是废物的姑娘 当他离开家像只流浪犬似的游荡 他没有哭 当他无助地被同事粗暴强奸之后 他没有哭 当他身体不舒服 整个人晕晕乎乎 他没有哭 此时此刻 他却再也忍不住 哭得像个孩子 这便是憧憬的爱情吗 这便是爱人的关怀吗 那晚依子迎来了 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 幼儿忽然问依子 你是在打拳击吗 依子下意识回答 这是我的梦想 他也说不清 什么时候起 拳击变成了他的梦想 只知道他人生第一回 有了做好某件事的想法 依子的日子 好似变得明亮起来 他有了份还算比较稳定的工作 他有了个一心铺在上面的梦想 晚上回到家 还有个男人为他做好饭菜 他尝着男友煮的豆腐 由衷地说真好吃 只是这般轻飘飘的日子 更多还是他的一厢情愿 很快 幼儿有了新对象 是那位卖豆腐的姑娘 原来依子从头到尾都只是他的临时将就 依子并没有流泪 不过是一次背叛 生活的一个个玩笑 他早已经习惯 他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拳击上面 每次训练他更加卖力 每次出拳他更加凶狠 常去的拳击馆 超市的货架旁 员工的休息室 小区的马路边 全都留下了衣子活力四射的身影 经过一段近乎忘我的训练和努力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衣子顺利通过测试 他以32岁的高龄成为一名职业拳击手 望着那张合格的布告单 衣子没有露出太多兴奋 他跑到教练那儿问 现在我能参赛吗 教练略带着苦笑说 合格就差不多了吧 教练的意思很明显 他并没有参赛的实力 衣子只是默默听着 倒没怎么觉得沮丧 毕竟合格已经是他人生第一次被肯定 衣子回到百元超市 店长依旧已止气使 这次他没有默默忍受 而是直接挥出了一圈 医子就这样丢掉工作 不过他已经不在乎了 他依旧每天不知疲倦的 在拳击馆晦汗如雨 幼儿时常从外面经过 歪着头朝里面偷偷打量 像急了从前那个自卑到骨子里的医子 有一天父亲忽然过来 他说母亲摔倒骨折了 父亲的意思是想让女儿回料理店帮帮忙 听说女儿正在打拳击 他说多尝试下也挺好 父亲还感慨 女儿确实变了一点 变得更加自信了 义子回到了料理店 跟在妹妹后面学习 偶尔他还是会和小侄子打打游戏 不过再也没有各种垃圾散落满地 小侄子性格过于温和 常常在学校受人欺负 医子对他说 你得反抗 你必须挥出你的拳头 医子训练得愈发刻骨 技术也在不断进步 教练终于点头 同意帮他安排一场比赛 虽然教练嘴上说 你一拳都打不到对方 但是他脸上的赞许之意 怎么也藏不住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人生需要拼搏 就算一次也好 日子不咸不淡 过得不紧不慢 直到那天 幼儿意外出现在料理店门口 大概是觉得有些丢脸 幼儿下意识便想逃跑 有些可笑的是 如今他压根跑不过一子 幼儿刚被豆腐女甩掉 工作看起来也不称心 他那张没有表情的脸上 写满了颓丧和失忆 姨子说周日他要比赛了 希望到时候他能来看 幼儿想都没想 便拒绝了姨子 幼儿接着反问姨子 你为什么喜欢拳击 姨子给出了 看似不着边际的奇怪理由 他喜欢互相搏斗 互相拍肩膀的那种感觉 比赛的日子渐渐近了 姨子训练得更加刻苦 他把破晓熬成薄膜 把白皱熬成夜晚 他把见证自己多年颓丧的长发剪短 他把身体内的最后一丝丝力气榨干 姨子终于等到了出场的这一天 短短的通道 他好似走过了32年 他要面对的是联营四场 志在大满贯的对手 教练忍不住安慰 不要被打得太难看就行了 随着一声铃响 比赛正式开始 姨子试探性地挥出几拳 便被打倒在地 等他再爬起来后 很快陷入了被动局面 对方的攻击异常凶猛 力道也比想象中更重 勉强一个回合下来 姨子几乎被打懵了 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血不断从嘴里往外涌 姨子坚持着说 没事的没事的 他打起精神重新回到了擂台 第二回合比赛比之前打得更加艰难 姨子鼓起了狠径 在攻势下逐渐消散 他不得不屡屡战术性地抱住对方 很快 姨子再次被逼到擂台的角落 随着对方凶狠的一拳 姨子软绵绵地瘫到地上 裁判独秒的声音响起 他挣扎着又站了起来 裁判问他 还能继续吗 姨子倔强地点了链桃 姨子总算撑过了第二回合 他被打得近乎失去知觉 教练说 你的步伐亮枪 大概率是要输了 姨子听到后哭喊着说 不能说 我不能说 简单的伤口处理后 姨子再次站上擂台 尽管对方的拳头依旧很凶狠 尽管姨子的身形随时会倒下 他伸出左手 示意对方放马过来 姨子挨了一拳又一拳 他的反击却显得无力 在近乎崩溃的境况下 他等待了最佳的时机 他终于打出了结结实实的一拳 为了这一拳 他已经等了太久太久 那一刻 整个世界好像彻底安静了 没有挖苦 没有嘲弄 没有自卑 没有颓废 有的只是所有人的目瞪口呆 和加油呐喊 只是下一秒 他吃到了更加猛烈的一拳 一拳 尽管一子哭喊着说 我不能输 他终究还是输掉了这场比赛 象征对方胜利的手臂已经高高举起 一子只能坐在角落狼狈的舔尸伤口 一子亮亮腔腔的走到对方面前 他们像朋友一般互相亲拍拥抱 一子由衷的对他说出了谢谢 他朝家人朝观众挨个鞠躬之意 母亲和父亲为他鼓掌 妹妹望着他振振出神 教练不太识趣地给一子泼了盆冷水 被打成这样子可真有点丢人 以后不要在寂寞的时候 说什么老娘也曾燃烧过 随后他却画风一转 不过我倒是挺喜欢这场比赛 临出比赛场馆前 一子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她的脸上挂满了青里透红 子里泛黑的伤痕 那幅失败之后的狼狈模样 可着实不怎么好看 一子有些没劲地走出去 他看见了等在路边的幼儿 有股情绪忽然涌上来 让他怎么憋也憋不住 眼泪瞬间在脸上绝了滴 他对着幼儿哽咽着说 我真的好想赢 哪怕一次也好 百元之恋是一部不太正常的运动片 不同于奋力一搏后便会成功的传统励志 影片从头到尾都透着股无法回避的丧尾 蓬头垢面的形象 轻松呆滞的眼神 在家是个寄生虫 在外面是个笑柄 被人强奸没力气反抗 明天还得接着上班 男友劈腿来不及伤感 他们已经走向夕阳 导演花了足足70分钟呈现一子的生活 32岁的他活成了令人嫌恶的一滩烂泥 当我们好不容易熬过漫长沉闷的灰色调 当我们看到一子终于开始拼命练习拳击 你以为他的人生就要触底反弹 上演逆转 没想到还是被打成猪头 赢一次都是奢望 这时我们才恍然清醒 生活不就是这个熊样 生活呀 真是不太容易 常常逼得你自暴自弃 好像也没什么缘由 恋人就与你渐行渐远 好像也没什么征兆 日子就变成一滩死水 一个不留神还可能从普通人变成边缘人 很多人即使努力了 也不过是勉强地活着 可你以为你混得足够惨 就能博得生活的同情吗 他只会不懈地催到你脸上 外加一句 费死你活该 你以为你拼命努力几个月 就能披上主角光环吗 他只会狠狠地来套组合拳 外加一句 你只是弱鸡 百元之恋是一个属于失败者的故事 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 甚至就是你我的故事 它的结局不是那么圆满 偏偏让人觉得还挺励志 或许是因为 一子的生活足够无望 一个废物的倔强 才显得那么震撼 或许是因为 我们把自己带入进去 一个loser的反击 才更加牵动人心 当一子晖汗如雨的身影 出现在每个角落 当他一次次从台上倒下 又亮枪地爬起来 当他终于挥出那剂 没什么卵用的左勾拳 我们看到的是他把自己 从烂泥重塑为人的决绝 一子看起来像是失败了 但你我都知道 他成功了 他不再是那个对什么都麻木 都逆来顺受的行尸走肉 他不仅有了好想赢的执念 还有了好痛好痛的感觉 他学会了露出阳光的笑脸 还会把混蛋打得满地着牙 生活于一子而言依然强大 但已经不再那么可怕 他开始找回积极的姿态 他的人生已经活了过来 而旁观了这一切的我们 有否被打醒打活 我们和一子之间 其实有很多相像的地方 长得一般 出生一般 能力一般 情商一般 随大流的上学放学 茫茫然的下班上班 看不到成功的希望 也没什么人生方向 久而久之 生活便进入一种混日子的状态 混到一定年纪 自然而然成了一个loser 我们的人生变得廉价 甚至只值一百日元 也曾多少次想过要改变 每每行动时却驻足不前 因为你已经失去了勇气 你走不出自己的舒适圈 可总有一天你会发现 混日子不过是自欺欺人 父母孩子需要你时的责任感 你混不过去 陷入无聊与空虚中的煎熬感 你混不过去 看似潇洒 实则窝纳的负罪感 你混不过去 这些都不是你往后退缩 就能逃避得了的 你唯一能选的路 就是硬着头皮 站上擂台 一边被揍得鼻青脸肿 嘴里哇哇乱叫痛啊痛啊 一边还得爬起来 伺接给可恶的生活 来上一拳 事实上 你该庆幸自己还能有痛感 起码证明你还在活着 你还有希望 影片的ED里有几句歌词很有意思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 我觉得可以再加上一句 死去是因为你真的活过 这个世界不和你讲道理 没什么关系 你的努力换不来成功 也没什么关系 怕的是 你失去对生活挥出一拳的勇气 怕的是 你成为活死人 毫无灵魂与生气 幼儿曾经问起过医子 你为什么喜欢打拳击 姑娘回答 她喜欢打完后互拍肩膀的感觉 与生活博弈 在拍肩致意 这不就是我们每个人过日子的常态 博弈是你背井离乡 早出晚归苦逼的工作 老板训斥 同事算计 时不时就得受点小委屈 致意是你休个小假 看场电影难得的休闲 朋友聚会 爱人相邪 偶尔跟父母 吃的一顿饭 如此看来 医子喜欢的 其实就是生活本身 大家常说 人生不如一世 十之八九 其余那十之一二 才是我们的盼头 恰是这点小盼头 让我们倒下 又站起来反击生活 恰是这点小幸福 令我们抱怨 又忍不住热爱生活 当我们已是丧于目景 坐在长椅上回想从前 数数自己对生活 打出了多少漂亮的左勾拳 如此想想 好像也是件挺酷 挺自豪的事情 我是阿诚 我想陪你看更多好电影 我想让你的人生 多些好风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